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g d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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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ork hard, I work hard every d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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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坠毁客机上为何有那么多加拿大人? 加美解释了专题,多伦多大多! 市区相关新闻报道 click! Ktovair Original Image 特鲁多图源,加拿大电视台,海外网1月9日电当时时间8日,乌克兰一架搭载176,人的波音737客机在伊朗境内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其中包括 63名加拿大公民,对于从伊朗的黑兰飞往乌克兰基辅的航线,为时 么会有这么多加拿大人,加拿大媒体给出了解释 据加拿大电视台报,道,此次事件中遇难的加拿大人大多是假期后返校的伊朗裔加拿大学 3. 途经乌克兰首都基辅前往加拿大的航线是他们经常使用的航线之 1. 加梅称,这架失事飞机遇难者可能包括很多加拿大学生,来自多 2. 伦多大学,阿尔伯塔大学,沃泰华大学和卡尔顿大学等高校 3. 华铁卢 大学和迈克马斯特大学相继表示,乘客名单上似乎有学校里的记名学 3. 生,但尚不清楚他们是否登上了飞机 4.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8日发表声 4. 名,对乌克兰客机在伊朗坠毁造成包括多名加拿大人在内的176人 4. 死亡感到震惊和悲痛,并表示将推动对这起事件进行彻底调查 4. 特鲁多呼吁,加拿大应该参与调查,确保乌克兰失事飞机能得到事 4. 当调查,并指出此次坠机事故中大部分乘客准备转机飞往加拿大 4. 特鲁多透露,加拿大外长将与伊朗外长讨论参与调查的必要性 4. 加拿大将在这起事件调查中发挥作用 4. 他补充称,在目前阶段猜测坠机缘 4. 因事危险的 4. 加拿大外长同一天表示,乌克兰客机坠毁事件造成 4. 至少63名加拿大公民死亡 4. 随着乘客身份信息进一步明晰 4. 这一数字还可能上升 4. 他与乌克兰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 4. 将及时向加拿大民 4. 众通报最新情况 4. 据伊朗媒体此前消息 8. 日早晨,乌克兰国际航空 4. 公司一架博音737克机 4. 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或美尼国际机场起飞后部 4. 酒坠毁,机上176人全部遇难 4. 伊朗官员称,坠机原因是引擎故障 4. 乌克兰驻伊朗使馆也表示,客机坠毁非空袭,是引擎故障导致,但 4. 随后又改口称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查证 5. 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8日发 5. 表声明称,该航班机组人员负有经验,基本排除操作失误导致客机坠 5. 毁的可能 5. 据信,乌克兰失事客机黑匣子已经找到 5. 德黑兰方面坚持 5. 进行独立调查,并拒绝将黑匣子交给博音公司,但表示允许乌克兰观 5. 并拒绝将黑匣子交给博音公司,但表示允许乌克兰 5. 并拒绝将黑匣子交给博音公司,但表示允许乌克兰观 5. 并拒绝将黑匣子交给博音公司,但表示允许乌克兰观 5. 并拒绝将黑匣子交给博音公司,但表示允许乌克兰观 6. 并拒绝将黑匣子交给博音公司 7. 并拒绝将黑匣子交给静声 2. 并拒绝将黑匣乌克兰观 6. 并拒绝将黑匣un